好 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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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器关到了最小 好 我们先看一下声音画面正常吗 新年快乐 站好最后一番稿 好 感冒了没有 连着两周 然后每天在上课 所以嗓子有点糟不住 然后我们看今天上课的时候 可能略微会带一点沙哑 我应该喊半个小时就能喊开了 没啥大事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21年明天再跟我们招手 那我们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气象 特意换了件红的衣服过来 那也陪大家来度过我们糟糕的20年最后一天 那希望我们从明天开始 一切都是一个崭新的开端 我们完全改头换面 换一个新的形象 新的状态来迎接明年就行了 好 行 那我们来把咱们上周的内容 去做几个题目的回顾 那今天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稍微的出了一点小bug 有两道题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但是微微的有一些不同 直接通过这两道题 我们去看一下在考试的题目描述不一样的前提下 你该怎么去答题 我们相当于给你做一个小的这个解题技巧也可以啊 好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上周讲内容的第一个 就是关于桥梁按照受力特点去做划分 该怎么做分类 那这个问题就很基础了 依据拱桥和梁式桥的受力特征 然后我们减数这两类桥在选材上有何区别 好 你要注意啊 一定要看清楚问题问的是什么 我们说依据它的特征 减数选材的问题 你要是答这两个桥特征有分吗 没分啊 它是让你根据这个特点去判断你要用什么材料 所以其实是在考我们选材的问题啊 那你在打每类桥的时候 可以在选材的前面小半句话去给它说一下啊 简单的描述一下 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材料就行了 那像拱桥的话 它的每个断面是不是都是受压状态啊 所以我们说要选择抗压能力强的材料 好 这个时候你选什么 可以选择石材混凝土气块 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啊 这个比较常见了 然后粮饰桥要选择抗弯能力强的材料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运用力混凝土 或者是钢钩啊等等这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在选材上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不是它的受力特点 这个不是大的裁分点 大的裁分点在这儿啊 是问你该怎么去选材 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学员在做题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问题 经常提干读不太明白 它前半句话可能只是给我们做一个铺垫 做一个条件选择范围缩小 然后到了后面给你具体在问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就打跑偏了啊 一定要明确的判断这一句话 它的主语核心在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钉在选材上啊 依据它的特点去找选材就行了 好 这个没有问题吧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啊 下一个 某施工单位成建了一个跨核的桥梁 给了你设计的尺寸 就是我们跨境的一些控制 跨境的分布 依据长度划分属于哪种类型的桥 好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算桥梁长度比较常识性的东西 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桥 它的结构分成了三个单元的部分 左右两边 它的跨度和跨数是一样的 都是两跨15米 这边也是一样的 中间这个单元是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三跨每跨20米 另外一个部分三跨每跨20米 对吧 这样它的跨境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需要算总体长度的时候 就是15乘上2 加上20乘上3 再乘个2 再加上15乘上2 对吧 这个就出来了 好 那你两边都是30 就是60 中间这个是23得6 120 120加60不是180米吗 对吧 这个是180米 好 那又让你按照长度划分属于什么类型 按照长度 那我们就直接取总长就行了 他没说单孔跨境 好 那么总长这个上次告大家打一个轴来记 8 30 100 1000 对吧 我们等号怎么踩的 这两个区间踩了等号 这两个点之间踩了等号 好 那你180是不是落在这个范围里面了 所以它是小桥中桥 大桥特大桥 对吧 所以这个是大桥的类型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判定啊 就是咱们很多学生可能算桥长的时候 一碰到这种复杂的式子就不会算了 那相同跨境的多少跨 这个是一个小的同样结构的单元 结构单元 然后我们这里面是有两个结构单元啊 所以它相当于这样做划分的 好 没有问题吧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啊 第三个小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跟下一个四问 我们就放的基本上内容是一样的考察方向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侧重不一样啊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施工单位某桥在左侧引桥施工之前 把建设单位供的材料组织进场验收了 核对证书外形尺寸 然后直接放在了岸边场地一角 让你来挑错 你看这个问题 它明确的告诉你是指出施工方错误做法并改正 你就直接打出来 它哪块做错了 该怎么办就行 第一件事我们肯定会打在进场检验这 进场检验 它核对这些是不对的 缺少进场检验的基本管理基本检查内容 证书有了 外形有了 强调要分批次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做性能实验 所以它并没有去做第三个检查内容 性能实验 没有留复验报告 好 然后 该批钢筋放置在岸边场地一角 这个悬址对吗 这个悬址对吗 它没说是怎么存放的 对吧 我们就告诉你悬址了 悬址是在岸边 岸边的话很明显是离水环境 比较近的 所以这个你直接把溢受到腐蚀的材料 放在离水源比较近的位置 是不太恰当的 所以这个侧重方向是找你设置位置 直接放到岸边的一角 这个是不合适的 而我们到下一道题目 你看这两个错点是很好找的 这是第二个 钢筋存放选址出现偏差了 然后我们再看跟它相似的 第四个问题 那某钢筋是业主工材 跟钢材情况一样 进场之后 施工方核对了产品数量 它就直接入库了 这肯定是大问题 跟钢材那个减的还少呢 刚才那个我还减了证书 为方便使用在料棚 将材料按照规格分类堆放在地面上 分类没问题 料棚里面直接堆地面 那我们这个料棚的话 也并没有说是封闭管理 还是只是搭理个罩棚 所以它也是基本接近 于事外进行堆放的 那不要把直接放地面上 设置了钢筋标志盘 然后我们来问问题 项路部在材料进场验收程序中 存在什么问题 这个问法跟刚刚是一样的 就是让你挑错 所以你在这儿 就马他进场检验的三步走就行了 第一件事证书 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指核对了数量 所以他没有去核对证书 这里面就是核对三证 产品说明书 质量检验报告 对吧 这三个就出来了 这个是第一个 你要检证 然后外观里面 它指核对数量也是不行的 你还要做产品的外观状态的检查 比如说表面有没有不良情况等等 它的直径 这样的我们都要减 好 并不是指核对数量 所以第二个 在外观这儿 它也没有减权 也是少东西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做性能实验 虽然说这两个他问的比较接近 问的比较接近 但是补充的方向不一样 碰到这种 他只核对了一个的 大家就需要把三个验收的内容全给他补全 这样我们答题是比较保险的 好 第二个 使用前发现堆在下部的钢筋出现袖石 问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只问了是什么原因造成 你不用去打我们正常堆放的一大段要求 你直接想一想 为什么会出现下部袖石就行了 我们分类进行码放没问题 它是不是直接放在地面上了 所以直接堆置在地面上是最直接的因素 钢筋直接堆放在地面上没做电高 第二个 你没做电高出现袖石 必然这个环境里面有水吧 所以上面可能没加防雨罩棚 底下可能没设置排水防水 对吧 这个就出来了啊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的话 就是一定要找他问题 问什么 刚才这个人家问的是放的位置不对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直接给出了下部修士 然后你找原因就行了 它的采分点在原因上 一定要读懂题啊 好 然后钢筋标志盘上体现什么信息 这就是纯列举性质的 我们上次课给大家补了图片 钢筋标志盘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标志盘上要有施工单位 所做的项目的名称 进场检查的这一批钢筋 它的型号规格基本信息 进场时间 检验状态 检验人啊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这样的信息都是要有的 所以这个你直接给他往上添就行了啊 像这种列举信息的问题 它一般会设置四到五个采分点左右 这种问题你写多了 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啊 因为他纯是列举性质的问题 而且我们不同的工地上 他的标志信息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微的偏差 你给他写全了 肯定能踩到财分点啊 所以这种情况的问题是可以多写的 那我们在之前的真体考试里面 就出现过一个啊 就是我们在确定分不分价工程的时候 应该由哪几个单位去确定 像那种问你具体单位的 你就不要把所有单位全写上 那个就大概就可能是拿不到全分了啊 所以注意这样的问题 因为人家是有限制小块的 你就一定要盯着这块打 那我们这里面这种稍微展开贴现场的 你可以多去写啊 所以一定要上了考场有一个判断能力 好吧 这个是标志牌 我们上次课给你贴过信息 如果你上次没有讲义的话 或者说老师没有记住 你就百度上直接搜一下钢筋标志牌 能看到图片 这个图片上你就能看每一篮是什么 那个就是他要填的信息 展示信息啊 好 然后我们再看第五个 第五个是针对混凝土工程 我们上次课同样把三要素 以图片的形式来讲的 那稍微的做一下练习啊 第一个喷射混凝土 外加剂用素凝剂 外加剂这一部分 我们提示过大家在公众号上 是曾经发过文章的 你直接点开对话框 发外加剂三个四 这篇文章应该会弹出来啊 那么这个外加剂的话 我给你把美类外加剂全裂进去了 素凝剂是不是让它的凝结硬化时间要缩短 快速固化成型 对吧 你在喷射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薄层去做保护的 它往往都是需要快速成型 所以这个加素凝剂没问题啊 没问题 那摊入度损失之后可以加水吗 不行 任何时间不能直接加水啊 任何时间都不可以 你不要说施工现场就是这么做的 烤的时候不行 因为规范上教材上都不允许你加 不管你现场是怎么去调整 现场有很多野路子啊 好 我们再看 每一个工作班 每一个单元检测不少一次 这个是不是针对摊落度去说的 应该再加个词摊落度啊 摊落度至少减两次 除了搅拌地点离交注地点比较近 这个时候你可以测一次 但是没有这个前提 我们至少两次 平定时以交注地点测制为准 没问题 摊落度以交注地点为准 蹦送蹦送的间歇时间 这个是15分钟啊 好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就是多选题 多选题的话 我碰到这种数字 老师我记不住 我就没记住这个数 那你上了考场咋办 这个选项你别动它 我们这里面不是挑的正确的吗 做多选题的时候 就会逆圈勿烂 这个数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我无法判断 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就少拿这点分 你保其他的分数到手 好吧 万一他给你放了错的数呢 所以 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上了考场谨慎啊 多选题里面就是宁缺无奈 我真的真的真的不保准 那你就别放它 好吧 保险一点啊 好那我们这里面 实际上正确的描述就是 一和四啊 一和四是对的 那我们上次课程是把三要素 钢筋模板混凝图一 图片的形式给大家做展开 然后在运用力施工这块 把运用力的材料 是直接放的图片 但是我后面看了一下公平记录啊 我以为咱们一见学员 应该整体的水平会好一些 但是反馈不是特别好 就是很多学员都是感觉听不懂啊 那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今年就是以专题的形式 来上直播课程的 所以后面就不再把跳过的内容 给你放太多图片了 我就告诉你我们跳过了什么点 然后你后期该怎么去学 那咱们就把直播课堂上 这些重要的考点给大家讲清楚 那样的图片的东西 不配文字的话 可能你刚一接触还是不太好理解 那我们也不给你加困惑啊 就是在这些时间里面 让你有效的把该掌握的重要考点 我们掌握住 好吧 行啊 卡吗 还可以吧 我们知道老师这边是不是正常的啊 今天是暖暖老师在 行 可以 那我们就继续了啊 每天上课之前 老师都会把今天的课堂内容 还有问题都发到公众号里面 然后我们上完课在下一周 就会把这个课堂内容的回顾和题目都发上去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去学习一下啊 那屏幕上老师的公众号 那包括我们在手机APP啊 这个官网上面都可以直接找到这个公众号内容 可以直接加的啊 那我们还有官方公众号就是考试资讯 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咱们上一节课 运营利施工技术的尾巴给他拿掉 咱们上一堂课留了个大尾巴啊 我们是把这个三要素 还有这个材料是用了图片的形式去做的 然后施工的质量事故 张拉这个点是给大家把管理部分内容提到前面来了 告诉你该如何进行材料检验 包括怎么组织施工还有六步张拉的规定 对吧 那这个点的话我们就直接停掉了 咱们直接进下一个 下一个是关于运营利的施工技术 那么这个施工技术的话 我们就主要给大家来讲后章法 后章法实际上它的应用是相对先章法更广泛一些的 而且在我们大部分的现场制作的构造中 基本上都是选择后章施工 就是你需要把它的运营利斤 跟着结构 我们先把空间留出来 然后你强度达标我们在现场去张拉 这个是用的比较多的 而对于你构件的预制厂制作 有足够的地形了 我们会选择仙章 而且往往仙章它做的构件 基本上都是体量比较小的构件 不会出现特别大的 那我们现在很多桥梁 它的建设使用要求比较高 所以那种很薄的空心板呀 小构件呀 可能不能适用于我们桥梁的制作 好这个咱们后章法用的多 所以我们一键课堂里面盯着后章法的流程来学 那咱们现在就回到上节课没有讲完的这个点 运营利施工 我们直接来走后章法 每一页PBT右上角都给你标了 现在教材所在的页码 可以直接翻到这儿 跟上老师的节奏 用的是20版教材 好那我们首先在运营利张拉这儿 上节课给大家提到了所用的材料 你回忆一下 有玉盈利金 钢丝 钢脚线 螺纹钢 对吧 这些可以做张拉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普通钢筋骨架 我们还需要立模板 还要做混凝土 混凝土就是一个选材的问题 你回到教堂里面看看什么让用 什么不让用就行了 包括特殊材质 它的含量要得到控制 除了这些我们在先章中会有一些临时的家具 后章法里面我们需要来用到某具家具连接器 那后章法里面还要用管道 这些都是它的材料要求 材料的话 我们每年大概率都是在考选择题的 所以上节课给你放的是图片的形式 那那块知识点 你哪怕上周的课程我们没有听的太懂 感觉还会有点陌生 你背教材上的那些描述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它考分非常少 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到具体的施工过程 施工过程是容易出按立体的地方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咱们上次课给你讲过预应力张拉的原理 那我们提到过了给结构施加预应力 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让这个两体双向受压 双向受压之后 它是不是受到挤压就要向上起拱 我再破坏就需要先压平再下弯破坏 所以你给它加的双向受压 施加的预应力变相的提高了承载能力 这是我们去做的原理 那什么叫先章法来着 先章法是先在预制场的固定台座上 把预应力筋拉长 拉长两端先临时锁定住 然后它现在不是撑长了吗 就像一根皮筋一样被拉长了 那紧跟着我们在拉长状态的预应力筋外面 包裹建设混凝土构件 然后等到它的强度达到75%以上了 两端再解开 这个叫放张 它一解开 你想一个钢筋拉长 你再放松 它是想要往回缩呀 但是它往回缩的时候 构件混凝土给它粘住了 阻碍了它往回缩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回缩 就变成了这根预应力筋 对构件双向的很大的挤压力 因为它粘住的缩不回去了 所以就在我们构件两端收压了 这就是施加预应力的过程 先章法 后章法是什么 后章法 这个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上节课 就说过这个图了 你要先在我们的底膜台座上 把这个构件做出来 就是它正常的钢筋骨架磨板 然后我们给它浇火凝土 但是你绑钢筋骨架的时候 需要把预应力筋的空间给它流出来 所以在骨架中同步埋入了后章法的管道 就是给预应力筋的位置留空间的 好 那我们做完这个结构 它达到75%以上的强度了 我们可以把预应力筋数穿进去 张拉 那你在张拉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我们在构件的两端 给它提供张拉受力的持力点 所以整个后章法张拉的过程 就是施加预应力的过程 它是从零慢慢增长的 在这个张拉过程中 构件施加的预应力 它就向上提供了 好 然后我们两端某具做了锁定 需要把管道中的缝 用浆堵上 堵完之后 再把某具用混凝土封起来 这叫封某工作 然后我们这个构件就完成了 所以先张法是先张拉 后做混凝土结构 后张法是先做混凝土结构 后做张拉 这两个都是给预应力施加的 这个整体过程的体现 好 这个流程是不是大家还能回忆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来把基本的张拉原理 去过一下 这个基本规定是先张后张都通用的 那首先我们需要大家去注意 咱们在预应力施工的过程中 用的是什么控制的方法 我们这里面叫做双控 双控 好 双控是哪双控 第一个 以应力控制为主 第二个 以伸长值为辅 或者说我们为较和 那这个伸长值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是以实测伸长值 就是你现场拉长的 我测出来的我拉长了多少 这叫实测伸长值 你前面做实验的时候会有理论伸长值 那这个实验室做的和现场测的 它们两个之间偏差不能超线 我们这边给的限制范围是不要超过6% 就是不管谁大谁小 你误差别超6%就行了 说明它是一个正常张拉过程 双控指的是应力控制为主 伸长值为辅 伸长值是实测伸长值 好 这个哪个方法都同用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做预应力张拉的时候 出应力是张拉控制应力的10%到15% 好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 什么叫做张拉控制应力 张拉控制应力 就是我把预应力进拉长到 能给构件施加预应力的这个长度 这个力是我们提前做实验确定的 因为我们在拉长过程中 它可能会经过一些某区加剧 它可能会跟管道之间出现磨损 它是有损失的 那我在取控制应力值的时候 要保证施加结构应力的要求 它要往里面有挤压的效果 同时还得把这些磨损考虑到 所以这个是要经过实验去确定的 那确定好了张拉控制应力 我们就以它为目标来控制张拉过程 从零慢慢的增长 那你从零最开始先增长到出应力的状态 出应力就是占到这个值的10%到15%就行了 好这是先从零涨到出应力 然后再慢慢的起来到控制应力 到控制应力之后还不能停 因为它有损失 所以我们要超张拉 弥补应力损失 再回到控制应力锁定就行了 好这是我们整个张拉相当于它过程 从零到出应力到控制应力超张拉 再回来锁定 那另外我们强调 伸长值从出应力开始量测 相当于你从零拉到10%到15%这个范围 它是在把预应力金的一些 能够消掉的变形 或者能够消掉的磨损给它去掉 从这个值开始 我们再往外增加 你的预应力金就被拉长了 所以这个阶段相当于是 10%到15之前消除不良变形 换句人话说 这个数值之前 你给它先撑直了 然后我们再往外拉长的时候 就是它自己增长的值了 因为它可能最开始这个材料加工的时候 会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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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变形 你先给它用点劲撑直了 然后再往大了 是不是我们才实际做拉长 就这个意思 这是出应力 它相当于是你从零增长到控制应力的一个起点 中间的一个节点 好 然后在张拉控制应力处于稳定状态下 再做锁定 你不要说我从零到处应力 咔慢慢来到控制应力 直接就停 你到这个值还是不稳定的 因为我们是不是跟某具家具之间锁定 还没有牢固 对吧 所以这个是可能是波动的状态 一定要稳定状态再做锁定 包括我们还要消变形 那某固阶段 它的运营力内缩量要符合设计的规定 基本上是不超过设计规定 不超过规范的规定就可以了 好 这几个 我们如果有二件学员会发现 跟二件的一模一样 对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两块教材内容都是一样的 好 然后我们这个内容 基本概念的普及 那我们再往下面来看 后章法这个凌程 不用我再去重复一下了吧 先做构架 做构架的同时 管道已经埋进去了 然后你把运营一斤树穿进去 我们做张拉 张拉之后两端锁定 压浆再封毛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就完全按照这个过程 一步一步的去展开 你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施工现场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第一件事 我是需要在底膜上 先来做正常的混凝土结构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先去做了底膜 好 我在稳定的地面上 搭好底膜的支撑平台 然后放好通常的底膜 在底膜这儿 我们就强调一个选材的问题 尽量选择通常的钢质膜板 咱们写这儿 尽量选择通常的钢质膜板 这样我们不容易发生不良变形 这是能够保证这个两体不开裂的一个大的前提 尽可能选择通常钢质膜板 如果说施工现场 我条件不够 我就是没有通常钢质膜板 那你用其他膜板的时候 至少要在边部 要用形钢脚钢去做一个加固 要做一个锁定 好 这是我们对于膜板的选择 那你做完膜板 跟着干什么呀 跟着要消除不良变形 调标膏 就是我们有一些梁体 它不都是设计的时候 底下是稍微往上起拱的吗 这个梁它自己设计图就是这样的 那设计图只是什么样 我们做膜板就得是什么形状 要不然你后边直接一做做平了 到了现场 它底下高度不够了 对吧 如果这个梁 它自己就带有一定的下部拱度 那你在调这个膜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修成同样的形状 就这个意思 调整形状 然后核对好 它的标高尺寸无误了 我们在这个底膜上面来进行正常钢筋骨架的制作就行了 那这里大家注意一个小的问题 我们先翻回上一页 这里面咱们看到的只是后张法预制良片的底膜 它跟仙章法里面的仙章台座不是一回事 仙章台座是什么样的 仙章台座我们如果说放在同样的方向 它这个位置放的是台面 是混凝土结构对吧 两边它有平行的固定混凝土台座 然后我们在中间去进行张拉 人家那个构造体量是非常大的 仙章法在预制厂的平面布置中 占地面积非常大 而后章法很灵活 你的构件多大 我们底膜就要这么多 对吧 你上面空间能把构件做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它布置起来是非常灵活的 那对于地基的要求 整体没有我们仙章法那么高 好这样咱们就把底膜给大家说到这 这块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 市政教材变化大吗 市政教材五月份才出呢 人家应该没改完 你不用管这个了 预计的话应该是不会特别大的 因为我们这两年并没有出现什么大规范的修整 好那我们再继续 再往下面我们开始在刚才调好的底膜上 来进行正常钢筋骨架的制作了 因为你想要做两体的话 我们不就是绑钢筋织膜板 焦混凝土吗 三要素对吧 那这里一样 你看我底膜都做完了 那这个从它的端膜是不是能够看出来 我们做的是什么梁呀 这个是一个梯形梁 对吧 上面一板 中间是我们的肋板 底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扩大端 因为很多梯梁 它不是底下肋板比较薄吗 可能受力上会出现损坏 所以我们大多数在两端跟支撑点连接的位置做扩大 扩大面 这个就是扩大端 好那做的是梯梁 你看我们现在绑钢筋绑到什么水平了 已经把肋板的钢筋绑完了 包括这边扩大端的钢筋都已经绑完了 但是它的一板钢筋还没绑 一板你不能钢筋悬空 所以它是需要有底膜和侧膜的 对吧 那我们在绑这个内板钢筋的时候 因为你的张拉就是在内板的范围里面做张拉 所以你看我们做钢筋骨架的同时 是不是管道就跟着布进去了 那么这个管道 严格跟着预影历筋的设计图纸位置来定 不要随意挪动位置 因为我们放预影历筋的原则就是 哪块受力大你要放在哪 这个是在施工结构设计中 设计院已经给你定好的 你直接拿图就定好图纸位置 把管放进去就行了 不要出现一位 你看我们在什么地方放了预影历筋 首先这个它不是一根梁吗 梁的中间下部 梁的枝座上部 对吧 这些都是弯具比较大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加强进行运力筋设置的 能够提升它的抗拉能力 提升我们构件的抗弯性能 这样的要求 好 那我们这里面用的管道是哪种类型的管道 管道的话 我们比较常见三种 钢管 胶管 金属波纹 对吧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胶管 那胶管还有钢管的话 我们都是需要抽筋抽出来的 就是这个不留在结构里面 那等你浇完混凝土 你要保证它们不要粘结 所以需要定时进行管道的转动 好 那么这个管道 它既然定了运力筋的位置 刚才说了不能随意移位 那我是怎么确定这些位置的 你要每隔一定间距 加好固定 我们可能会放一些横金 或者是U形金 给它卡住 固定好 限制位移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管道 那当我完成了这一部分的制作 下一个阶段 咱们该干啥了 应该把内板的侧膜 一板的底膜 一板的侧膜 还有这边也是一样的 给它织好 织好膜板之后 我们是不是顶板整体的钢筋 可以绑扎了 绑完它的钢筋 我们开始浇混凝土 所以你需要把正常的结构 先做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那管道就是给预应力金 留的空间 后张法 先做构件 后张拉 好 那么这一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有学员说抽芯之后 空位怎么补上 抽芯之后 把它拿掉了 这个空位 你为啥要补呢 你补了之后 我预应力金怎么放进去 怎么张拉呀 是你张拉完成之后 你才往缝里灌浆的 我为啥往里面放这个管 我不就是为了留这个空间吗 你要是抽出来直接补 那我不是白留吗 为什么不最开始交一个整体了 对吧 是这个意思啊 好 然后我们这样就把它的管道做的内容 给你展示了一下 那紧跟着我们再看咱们教材中 在这给你放了非常简单的几个小点啊 首先第一个 应用力管道安装要符合下列要求 就是留孔的问题 留孔的时候是留亚浆孔和易浆孔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直线型管道中 就是这个后章管道 它是一条直线 亚浆孔就是一端的 易浆孔就另外一端的 如果说是曲线型的管道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亚浆都是从下面亚浆 上面我们这边去留排气 当然在曲线管道 他给的学名叫的是下部排水孔 上部排气孔 这个排水排气吧 排气可以指亚浆的排气 还有就是我们会做管道清理 管道清理的话 你里面要是做了水冲清理 那我们在这儿留的就是排水孔 对吧 这个很简单啊 就是大部分的亚浆的工作 如果是曲线型 或者是竖直管道的话 基本上都是第一点去做亚浆 这样能够压得更均匀 里面不会出现缝 就这个意思啊 那比如说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图 这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曲线型吗 那我问你哪个地方留的排水孔 排水孔 这儿呀 哪个地方留的排气孔 最高点 排气孔 那如果是我正常去做管道清洗 那我肯定是从这个范围 往里面去灌水 或者是冲气 对吧 如果灌水去做清洗的话 这个水它往低处流呀 所以从排水孔排出去了 等到我对它去做亚浆的时候 那曲线型管道 我可以从这儿去亚浆 它是不是从最低点 浆液缓慢上升 那么挤出的空气 就从排气孔排走 就这样的过程 但是我们的教材中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给你说 曲线型要从底下压浆 这个是属于施工偏常识的内容 一般都是低点压浆的 低点压浆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 那管道检查合格之后 要做端面封堵 防止杂物进入 这个是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了 那我们在这儿书本上 还有一个小点 就是金属管道 它是不是可能会做接长 管道接长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做的 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比如说这边是管道 这边是管道 在这儿做接长了 需要选择大一个直径的管道 套在这儿 套在这之后 跟管道连接的这一圈缝 给它封闭 密封 不要出现漏浆就行了 所以大部分我们在进行连接的时候 就是大一个直径去做套管 然后保证良好的密封就可以 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个管道是要拿出的 钢管 胶管 都是要抽筋拿出的 那胶筑完之后 要定期去做转动 防止出现粘结 拔不出去的情况 而像左边这种 这个不是金属拨纹套管吗 对吧 这样的管道 我们是拿不出去的 它是留在结构里的 但是因为它结构自己容易发生变形 所以我们在布这个管的时候 它里面还带一个内衬的新管 就最后你是把内衬新管拿走 这样的要求 中间第二个图给我们放的 就是连接排气孔的 这个就很像咱们管道中 经常见到的三通结构 对吧 两个管在这一插 上面出一个孔 一般这种东西都是直接去 引排水和排气 那比较典型的实物的排气 你看这就是金属波纹套管的波峰 然后开口直接引到构件外 这个不是我们正常钢筋混凝土的架子吗 你在上面一浇混凝土不就包住了吗 所以这个管是最后浇完也在构件外的啊 好这是我们对于管道的预留 那包括它的一些连接固定的问题 这块有什么问题吗 这块没有什么问题吧 好那我们再继续往后面看啊 再往下面刚才不是把钢筋骨架等等 模板都做完了吗 所以紧跟着我们去浇混凝土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所用的啊 这个其中的设备 就是你移动材料的这样的设备 就是上面这个 在我们预制场里面用这个跨蹲轮门吊用的比较多 这个就是轮门吊架 你看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轮门吊架 轮门吊架的话 它是直接一个门式架体的结构 那么两个脚步是带有行走小车的 所以需要在我们行走的路线上 先来铺两条轨道 也就是这个轮门架 它在这有一条轨道 在这边有一条轨道 然后直接顺着轨道往前去走就行了 前后去走啊 这个龙门吊 在我们进行构件制作的过程中 可以用它来运送钢筋磨板 做混凝土的胶筑 起重工作 当我们把构件做完了 能够到存量区所存放了啊 然后你用两片龙门吊架 吊起来一片两体 然后送到存量区去放好就行 所以在建设施工过程中 就会用到跨顿龙门吊了 这个构件 这个起重的方法 在我们预制厂里面用的非常广泛啊 好 那我们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正在进行胶筑作业 那这个胶筑作业 再注意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会随着胶筑去做震倒 对吧 这是常识性的 因为你要保证缝都被混凝土包裹住 这个在震倒的过程中 我们就强调一个点 不要扰动钢筋 不要触碰管道啊 要不然你这个管道一一位 我们的预应已经跟着位置就不对了啊 好 这里注意这个问题 那当我们胶筑完成了达到拆模的条件了 咱们这边是不是正在做拆模工作 你看我们还是做的梯形梁啊 带扩大端的 这个范围就是它的扩大端啊 然后我们就需要去把它的侧模给它拆除 你看底模是不是这时候还没拆呢 那回忆一下我们在拆模这个点 也提示大家去看过教材的东西了 碰到预应力结构 在拆模板的时间节点上 张拉之前 张拉就是施加运用力的过程啊 张拉之前把限制位移的模板去掉 张拉之后建立了运用力了 底模就脱开了啊 因为我们一建立运用力 它不就向上起过我们 它自然就脱开了啊 所以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模板拆除的问题 然后再通过这个结构 再给你稍微补一个构件上的小识别的东西 这个叫做梯形梁的扩大端 刚才咱们说了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在梁体中去做的中格板的部分啊 你看这一个梁 它是不是会有好几个中格板 那你放到施工县场梁片都做完了 它旁边也是一个梯形梁 在梯形梁的这个立板的部分 两个中格板的位置是对正的 我们在连接梁体的时候 就是由下向上的连接顺序 先把中格板底下 这块不是留了一个小梁端吗 我给你把魔机削掉 可能看不太清 就这个位置 它会先跟对侧中格板底部打一个底梁 然后再把上部中格板给它补上 然后我们再去连两个梁之间的一板 这样你才能把它连成一个整体 并不是只把面连起来 我们底下结构也是要变成整体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好 中格板起什么作用 就是加强你这种条形结构的连接点 并不是面面之间 你想我们梁形梁 它上面不就是两个翅膀吗 你一排小翅膀连起来 它底下是散着的 所以我们的结构应该是以类似网架的结构形式 横竖都要去连 所以底下这个是做跟旁边两体连接的 连接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书上的文字怎么说 胶筑之前必须检查管道确认完好 那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书上给你这两种情况 是两种不同的放育婴力筋的时间节点 第一种情况 是我们先把育婴力筋穿进去了 然后去做的胶筑 这个是什么内容 就是刚才咱们在绑钢筋骨架的时候 不是放了管道进去吗 那个时候就把运用力筋已经塞到管道里面了 就是我已经把运用力筋放进去 然后你在后浇注 这个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浇注前 检查管道确认完好 定期抽动 转动 保证你这个运用力筋如果能动 能转的话 是不是我的管道没变形呀 如果你不能动了 完全卡住了 说明你浇的时候管道变形了 那我们需要做管道疏通的啊 好然后第二种情况 是我在浇的时候我没有去放运用力筋 这个时候就是管道留在那 运用力筋还没来呢 那你先浇注后穿输的话 浇注之后疏通管道 确保畅通 等你要穿输之前 要对管道再做一个通孔啊 再做一个检查 两种情况都可以 我既可以绑钢筋骨架 放管道的时候就把运用力筋塞进去 我也可以等购件成型了 检查完管道没问题了 我再塞进去 这两个都行啊 都可以 但是只有一个特殊的 我们提出的要求 就是你的养护方法比较特别的话 像我们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 预制厂里面养生方法 大部分都是自动化作业 效率比较高 左边这种我们叫做自动喷民系统啊 那么这个是可以直接减少人工的配置的 而且他的养护用水可以进行循环使用啊 比较节约能源 节约这个费用 右边这个是做蒸汽养生 那这个方法就需要对于穿筋去做严格限制了 如果你在预制厂试用蒸汽养生的方法 绝对不要先穿筋 你只能养护成型之后 通孔检查完清理干净再穿筋啊 蒸汽养护不得在养护机穿入运用力筋 因为蒸汽它是流动性比较高的 而且虽然你做了封堵 它也可能会渗进去 另外我们在端部的运用力筋也会出现性状的改变啊 而且温度比较高 所以这种情况你是绝对不允许先穿筋的 你要是其他的正常洒水养护等等这样的手段 你是可以先穿筋的啊 好这个就相当于给了你两种穿筋的节点 都可以做 哪个都是合理的 但是碰到特殊养护 排斥掉一个只能后穿筋啊 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点依然是跟着环境特征来的 穿树之后灌浆完成 在这个节点里面要控制好时间的间隔 如果太长的话 它可能会造成运用力筋的袖石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 引发袖石的因素越严重 那你的时间就一定要再控制缩短 好你看我们这里面给你三种情况 当空气湿度大于70%或者盐分比较大 这个是不是非常利于袖石啊 因为它又有绿盐又有水啊 绿盐加水造成钢筋袖石 那你只能把时间缩到最短 就是不要超过7天 如果你超这个的话 那我们就加防袖措施 对吧 并不是说严格不允许超它 你要是想超 你就把防袖措施给它挂上就行了 第二种 如果是湿度在40到70之间 那我们控制15天 超的话防袖措施 然后如果说湿度是比较低的 这个它袖石风险就比较低 那我们就长点20天啊 所以这个时间的话一定要看环境的特征 如果诱发锈石的因素越多 那我们时间就要越短超过这个范围 加防袖措施啊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点的话在我们今年的考题中 其实出过这样的选择的理解方向 就是在防袖这个问题中 你要么就是把环境中的水给它规避掉 或者是我们去加一些阻锈剂 通过外加剂的添加多花钱嘛 对吧 这个也可以啊 好 这个咱们就到这了啊 到这了 然后我们再紧跟着 你看到刚才是不是养生了 养生的话 你是先做构件 只要我们构件强度达标 你就可以进行穿述张拉工作了 穿述可以在交注前 也可以在交注后 假设我们现在就以交注后穿述这个流程为例啊 现在我的构件已经养生到规定的强度了 这个强度是多少 跟先章接受预应力是一样的 就是不低于75%的设计强度 你的构件养生到这个标准 我就可以给它施加预应力了 好 这个时候你把预应力金穿进去之前 一定要先做通孔检查 这个通孔检查 我们是用通孔器去完成的 那有的也可以去选择清理的方法 不一样啊 水冲或者是气体 如果你用水去清理管道杂质 一定要把水分排干净 要保证肝脏啊 好 那我们这边的管道都减了没问题了 然后通过这个卷阳机或者人工穿入 把这些运力金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 我们是不是需要让它进行张拉 那你得给它一个固定点和张拉工作范围 所以我们会在两端啊 这个是构件的一端 对侧是构件的另外一端 你需要在端部安装这样的某具 某具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张拉运力金两端的受力点 某具最终是留在后张法结构里的啊 那我们在这儿先把某具安装好 安装好某具之后 是在某具上来安装穿心式千尖顶 这个就是穿心式千尖顶 什么意思 玉莹力金从它中间穿过来了 好 那它在后面 屁股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放的某具要留在结构里的 然后放了穿心式千尖顶 在前端张拉前端 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工具某 后面留在结构里的叫做工作某 这个是要包进去的 这个只做临时张拉 为什么前面还要加个某具啊 因为你的千金顶啊 这个范围里面是需要去做的油缸 我两个油压管接着油压泵 然后给它加压之后 这个油直接顶进了油缸里面 油缸里面油多了 是不是推着我们前端就往外走了 往外走的话 你得在这给它锁定好 它才会拽着玉莹金被拉长 相当于后面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动的某具 这个时候千金顶 它是不是中间穿了玉莹金呀 你在前面把玉莹金锁定住 我在这往前一加压 是不是把玉莹金在这用手拉着它给拽长了 对吧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它需要前端做临时的固定 这个叫工具某 在后端是我们结构上的永久的固定 叫做工作某 在拉长的过程中 这个某具没有锁定 为什么没锁定呀 因为我现在预力金往哪边移动 是不是往这边移动 你什么方向才锁定 它得往里面来才能加紧 你越往外它不越松吗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你张拉的过程中 这块是没有阻碍的 没有对预力金的变形出现阻碍 只是前端像你拽一根绳子一样 抓住它往外面扯啊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就是施加运力的过程 那我们是怎么给它控制 咱们前面看到那几个力呀 从零到出应力到控制应力啊 还有超张拉 就是通过这里面加油压去控制的 我们通过电脑去连接它的油缸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往里面加压就可以了 直接电脑就可以控制张拉应力啊 好 你看我们这边工人是不是正在进行 穿心式牵引顶的安装 预影力金在中间是穿件的啊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这个图片能看懂吧 图片能看懂吗 能不能给拉折了 这个你在施工过程中就要做好精准的控制了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要双控吗 应力控制为主 伸长值作为较合 应力控制所取的是提前通过实验确定好的控制应力 人家已经做好实验了 知道它的极限承受范围在哪 你施工中不超过这个值 我们就能达到加固的效果啊 拉长的效果了 所以并不是啥都不管 就蒙着头往前拽 这不可能啊 一旦在这出现什么断金这样的事故是非常危险的 张拉作业过程是危险性比较大的 这样的分不分项的作业工程 尤其像我们前面这个没有讲到这个先掌法啊 他可能直接一断金 金都甩出来 这种他不会出现甩金 但是他这种弹片可能就要飞出去了 非常危险啊 所以这个他一定会提前去确定好的啊 不用担心那么大的问题 好 拉筋干嘛去 上节课没听吧 回去补课去 我们不能再重复了啊 张拉就是施加运力的过程 施加运力是提升结构承担核载能力的一种方法啊 好这个就是穿心式签顶做张拉 通过油压给油 从零慢慢增长到出应力 到出应力该干什么了 咱们前面不是说了一个通用要求吗 出应力是控制应力的10%到15% 好到出应力我们可以开始做什么事情 去测伸长值 对吧 你看我们这个伸长值怎么测呀 你在签顶上就能测了 我这个给他加了多少力 不是电脑就能直接读出来吗 所以只要这个数 他移到了出应力的范围 那我就在这可以开始量伸长值了 你就看你这个油缸往外顶了多少呗 对吧 比如说我最开始咱们把墨迹消掉 到了10%到15%的出应力了 我这块的点在这 然后开始逐渐的进行张拉 那你伸长值不是他出来一块 我就直接可以做测定了吗 对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以他作为伸长值的测定点就可以了 那好这样我们就把它的程序先放到图片 带你看看是怎么做的啊 然后我们现在再回归咱们教材中的考点 那首先按照设计长度去做下料 人工或者卷阳机把运营力金穿到管道里面 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两种穿述方法都可以 人工穿或者机械穿 那么这个按照计算长度去做下料的话 咱们之前是在一键考题中考过一次了 让你算下料长度 那道题是给你做了一个简化 它也是个后章法 直接告诉你孔道的长度 又告诉你工作长度了 所以是孔道长度加了两个工作长度 好这里带一个问题 什么叫工作长度呀 工作长度指的就是 你在结构外面流荡 能够安装千斤顶 两个毛具又不脱扣 完成张拉作业的这个范围 就叫做工作长度 那我们前面在材料概念中 除了这样的计算方法 是现场实践去做的 还有什么 就是会告诉你下料长度 又哪几个部分构成 这个书上在材料那是有原文的 直接找到运营力金就行了 运营力金里面 它的长度是台座或者孔道 先章法你就算台座 后章法就算孔道 它还要穿过千斤顶 还要穿过毛具 还要留外漏 它还会有蹲头的这个长度 还有就是我们会有回缩 对吧 一些变形的回缩 你把所有的值加到一起 就是下到长度 一般施工上我们都是简化 就是中间最长的孔道 加上两端的这个工作 如果你做单端张拉 那么就是一端去做毛固长度预留 一端去留工作长度 就这个意思啊 咱们只要安装千斤顶去做张拉了 这就是工作端 没安装它的就一个毛具的 那就是固定端 固定端我们就可以留的短一点啊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强度的话 刚才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先章后章的强度都一样 你要是别的科目增向的考生 直接按照市政的规范去记 我们在规范上就是70%啊 其他的可能会有80% 你不用管它 考这个就按这个走 然后限制位移的模板 拆除之后 这是不是跟我们前面 拆模就带到一起了 啥叫限制位移的模板 它会发生什么位移 当我给结构施加预应力 拉长预应力筋 预应力筋想要往回走 这个作用力 作用在构架两端 双向受压之后 这构架会向上起拱 它往上变 谁限制变形啊 侧膜呗 对吧 侧膜限制变形 那我就把侧膜拆掉 再张拉 对吧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张拉设备的话 我们强调配套两个字 这个咱们上次课的尾巴 这不是提过这个点吗 你所用的张拉设备 一定强调配套 你不要说我施工现场啊 我们项目方买了四套设备 经过检验标定 到了现场组合使用 不行啊 一定是你检验标定的一个组合 我们自己来用 你不要把这几个掺和到一起 它们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在配套使用和检验标定这 是不是让你记数字了 还有印象吗 200次和6个月啊 你碰到哪个条件 我们就要重新去做检验标定 就比如说我们三个月就到了200次 你就重新去标定 如果说我这个140 我6个月还没有拉完呢 那你还是要重新做检验标定 碰到哪个条件都是配套啊 重点剂配套 好 然后我们再看张拉方式 张拉方式里面 你要看运力经的类型 如果说是曲线型的 你别管多长 它肯定是两端张拉 因为我们这个对于孔道之间 它有很大的这个摩擦啊 所以这两端张拉的 而如果是直线型 就是一条平直线 你要看它的长度 25米以内的一端张拉 就可以把它拉到设计的效果了 25米以上的太长了 我们就需要做双端张拉 25米以内单端 25米以上直线 双端 碰到曲线 直接双端 这就是让你判断张拉方法啊 好 然后张拉前去实测 孔道的模组损失 这个对于孔道的模组损失 包括我们在 毛具加具的损失 还有预力经的一些回缩等等 都是需要提前去做确定的 然后以这些因素 加上实验来确定控制应力 确定好控制应力 我们再去做后续的张拉过程 所以这个是一个前后因果的关系 你肯定要提前做啊 张拉的顺序 这个我们之前案例里面是考过的 那给了你一个断面图之后 没有告诉你设计顺序 我们就维持这样的原则 分批分阶段 先中间后上下或两侧 就是一侧 一切以中心开始 你不要说我们先去把构件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箱形量 咱们直接就拉了一边的 这个不行它可能构件就要收纽了 一定要平衡对称的去做张拉 这我们之前是考过案例题的啊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去适当的弱化一些了 因为一般我们很少会在这种相同的案例点里面啊 直接去重复着出考题 它还是有很多没有考到的方向的啊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把它挪到选择题 直接记这个原则就行了 有设计顺序 你就跟着设计顺序走啊 好这是我们张拉的要求 书本上的文字概念 那除了这些点之外 还给了你张拉的程序啊 那这个程序的话 我相信很多学员看到这块都是一副比较蒙的状态 在二件里面 我们讲的是先章法的张拉程序 然后当时有很多学员给我反馈出来 就是这个状态啊 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我听不懂不想听啊 那首先我给你提示一下 这个表格第一个点 它考案例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如果说考选择的话 也就是进个单选题撑死了 或者多选题里面放一个选项 所以即使出题 它预估的分值也就是在一分左右 你要是真的感觉学特别头疼 你可以不去花精力抠它啊 我在这就给你把简单的原理讲清楚 因为咱们很多学员想要了解这个内容 但是我们有部分东西看不太懂啊 所以咱们稍微解释一下 在后章法里面 它跟先章法的大体程序是比较接近的 那我们所用的预应力金材料 不是一共就三种吗 钢丝啊 钢丝术 钢丝 钢脚线 然后罗伯钢 那就是三个东西 那这三个东西里面 它们两个基本工作状态是一样的 罗伯钢 它基本上都是自己单根啊 好多根进入一个 或者是单根直接一个固定的家具 这样的形式 所以它们两个大的方向 从这条线给你打开 程序不相同 变形也不一样 而这两个就比较接近了 所以它们两个 其实你看一套就行啊 看一套就可以 好 首先我们先看钢丝钢脚线 这些都是成牌进场的 那它的毛具类型 我们分成了两种 一个叫做有自毛性能的 给你举个例子 加片式 一个叫做其他毛具 什么叫做自毛性能 自毛性能 你想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啊 我是一个混凝土结构 这是我的结构外边 中间穿的一根运力金 那毛具安在哪了 安在这了 对吧 这是结构外面 这是结构里面 毛具安在这了 运力金不是穿过这个毛具吗 我在拉长的时候 运力金是往外走的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毛具是自由 让它活动的 等到我张拉完成 你是不是运力金前端 没有签顶拽着你了 它会往回缩 往回一缩 这个就自动毛紧 这叫自毛性能 啊 这叫自毛性能 如果说并不是 我越往回缩 毛的越紧这种的 那就是其他毛具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自毛性能 加片式 加片式 它在构造 我们上次看过图的 是什么样的 这是工作的毛板 加片式 锥型片 对吧 所以我们运力金越往这边走 它追的越紧 这就是自毛性能 而对于这种其他毛具 我们再举个例子 支撑式的 支撑式 我这个运力金身过来了 它端部带个小螺母 卡在这儿 你拽的越紧 在这儿越容易松呀 所以它肯定是有一些损失 对吧 就这个意思啊 拽的越紧 它毛的越好 这叫自毛性能 这样的毛具有什么优势 就是在毛具这儿 它的运力损失是非常少的 而其他性能的毛具 运力损失就在毛具这儿比较大了 那我们既然有损失 你要怎么办 你要补它 你要补这个损失 那这样我们就带出来 在超张拉的比例里面 很显然有自毛性能的 你不用补这块的损失了 你看我们超张拉 是不是对应数就偏小呀 对吧 而如果说出现了其他毛具 我们超张拉 就变成了5%的扩大比例了 这里面的1.03 就是一个控制应力 往上加了3% 这个是一个控制应力 往上加了5% 加5%肯定损失更大吧 是不是其他毛具的 因为毛具这块有损失 然后我们在自毛性能这儿 它毛具损失比较小 所以我不用补它这块了 我这个数就变小了 这个是不是好理解 我就给你把原理讲一下 你不用去真的听不懂 你不用跟我去去细抠这个 就是只是稍微拓展一下 好吧 怕你看不懂教材 然后我们再看 在同样的有自毛性能里面 你看这两个流程又不一样 材料不一样 一个叫普通松弛 一个叫低松弛 松弛指的是松弛变形 换句话说 找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句人话 就是我拉长之后 它在回缩的比例大不大 如果说是普通松弛的 它会有一定的松弛 如果是低松弛的 我拉长之后 我往回回缩的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两种哪个好 这个好 低松弛的好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形了 所以回缩损失是不是也很小 那我也不用补了 你看咱们在直接到最后的锚定 这儿就是控制应用力 然后持核锚定 而你到普通松弛这儿 我们还往上加了3%的比例 就是在补它的回缩损失 好 这个是不是就能理解了 那我们底下这个钢丝数 跟它是基本一样的 就是区别区别在哪呀 就在其他某具这里面 其他某具这里面 人家在钢角线数这儿是 5%扩大1.05超张拉 直接回到控制应力某固 然后钢丝数这儿是先规了个零 再做控制应力某固 就区别在这一个点 为什么钢丝数要规一下零 因为钢丝数它不是钢角线数 像麻绳一样拧着 它就是单钢丝 钢丝 这个是容易出现滑扣的 所以我们需要先放松一下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只是给你把它的原理 看不懂的名词 在我们直播中来做一个解释 避免你后面在学习的时候出现问题啊 如果真的感觉有一点像天方一谈一样 你可以不用去管它的 然后罗伯钢这里面就是直线配金 曲线配金的不太一样 这两个你单独去分就行了 那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曲线 因为这个出的频率高一些 从零到控制应力持核 归零反复几次 拉长放松 拉长放松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消除损失的过程了 再来到出应力控制应力去保护就行 好 出应力开始测伸长值 就这个意思啊 好 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什么问题吧 那我们这个就到这了啊 属于是能出体的话就在考选择啊 考案件的概率是很低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就是关于断丝断金这里面 断丝断金这个其实大家就记一个数就行了 就是你记一啊 我们就盯着一来记 一他指的是允许出现破坏的上限 不能比这个再大了 那如果是钢丝钢脚线的话 每数钢丝不能超过一根 在这一束钢丝里面 只允许最多就一根断掉 在钢脚线数里面一样的 只允许一丝断掉啊 然后每个断面 不要超过1%就行了 就是个1啊 别超1 而如果是罗温钢的话 不允许超过一根 就是不允许出现 不允许断金 断金的话我们就需要重做啊 就这个意思 好 这是断金数量 先章法也一样 你就记一个数字一就足够了 不管是哪种情况 就是不允许超过一啊 可能是比例 可能是单根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控制用力达到稳定之后 去做毛固 这个前面的基本要求就提过了 那你在毛固的时候 我们强调一个点 达到控制用力能锁定了 是不是千斤顶 这个张拉设备就没用了 因为我们完成张拉了 对吧 那你就需要把穿心式千斤顶拿掉 拿掉之后 我给它做永久锁定 当然咱们是提前永久锁定 再拿掉设备啊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给它 留有足够的防脱扣 好 咱们现在看左边这个图片 已经完成了这一束的张拉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漏的是比较长的 因为我们是刚才 刚把千斤顶撤掉 你完成张拉了 这一排毛具锁定好了 千斤顶拿掉 拿掉之后这么长 有用吗 没用啊 我们后面需要把毛具 再做一个包裹的 你这个属于碍事 所以咱们需要把多余的 工作长度切掉 切的时候 在这儿 你留30毫米的防脱扣 就行了 那这个是从哪去看的啊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毛板 这个是一个工作夹片 中间不是运力金吗 你切断的时候 以我们的夹片外表往外去算 这样比较安全啊 留上30毫米的防脱扣 不能紧贴着切 紧贴着切的话 他可能就要脱扣 这个片就弹出来了啊 好 这是我们去做切断 切断的话 对于运力金的所有加工切断 就是不允许铲热的方式 不要用电弧 你在这儿可以选择大力简 切下轮具等等 这样的东西我们做切断啊 所以注意切割方法 然后你切断完成之后 是不是我们就漏了一个小头呀 呃 毛板 加片 然后我们漏了一个端部的外露长度 那你需要先让这个毛具处于稳定状态 所以我们切断完成之后 会先用灰浆把毛具包起来 你看底下这个是不是没包的 切完的 然后我们抹上灰浆 把它包起来 这个叫做封毛头 这不是封毛啊 这叫封毛头 把毛具先包起来 那后面这个范围 大家是不是还可以看到 带个孔 这个它后面是谁呀 你这个圆盘是我们做的工作毛板 上面这些点是夹片带运力金 那工作毛板后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上节课看过图片 是不是毛电板 对吧 毛电板 毛电板上是有压浆孔 易浆孔的 所以后续我们的压浆作业 就从这个孔里面去完成就可以了 啊 好 那你需要把毛具用封端混凝土包起来 那这个点咱们叫封毛头 还不是把毛具全包起来的封毛作业 一定要区分清楚 不一样的啊 好 然后我们再紧跟着来看下一个压浆 就现在相当于我们张拉完成 也做了端部的固定了 那你运力金在里面是拉长状态 管道跟它之间还有缝 你要是不管它 这构件后面一动 它可能这个运力金就要跟管道出现摩擦 一摩擦就容易断金 所以我们需要把里面的缝给它堵上 这个就是压浆作业 压浆作业的话 你看现在是不是每一个封毛头都给它包上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压浆 一端连上压浆设备和管路压力往里面压浆 对侧这个孔 你观察它作为一将孔就行了 什么什么时候标志我们已经压满了 这边压 对侧观察 那边只要流出了符合规定稠度的浆液就标志 你已经灌满了 还有我们这个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曲线型的 曲线型的 你要是从底端压 从上端去冒的话 你就看排气孔有没有排 有的时候曲线型 它可能也会选择从单侧去压的形式 但这个非常少 基本上都是从底下去压的 底下去压的 这样的偏竖项的或者曲线的管道 都是排水孔往里面去压 然后我们这个一般也是有压浆孔的 再往上面排气孔往来 一就行了 就灌满了啊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压浆的要点 压浆的时候是在张拉之后 用水泥浆去做压浆 所以注意材料啊 水泥浆 强度取材这儿不得低于30兆帕 那你在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对它的强度去做控制 因为你压进去 它就是我们结构的一部分 你要整体结构达到规定强度才能动它 所以我们需要去判定它的养生强度达不达标 这个时候我们每个班组是要留室块的 留不少于三组沙浆室块啊 这个沙浆的室块比混凝土室块 它的室件尺寸要小 因为我们这里面没有什么粗骨料的东西啊 然后这里咱们索取的养生条件是标养 这个你要重点区分一下 因为我们规范上就这么写的 但实际上它是跟现场一样的条件去做处置 为什么说给的是标养 因为我们压进去之后 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的构件内的环境 比较接近于实验室的良好状态 所以我们直接做实验室做就行了啊 28天确定强度 然后我们再来看 亚浆作业过程中和亚浆后48小时之内 一定要保持环境温度的稳定 不要低于常规施工温度5摄氏度 这是常识性的 一般作业都不会比5度低的啊 白天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 白天气温高会出现什么问题 热胀冷缩 所以你的构件一膨胀 我还没灌浆呢 它一膨胀 你里面管道不是缩小了吗 然后你这个时候在亚浆 我们后面温度一降低 那就开裂了 中间会有一条缝 所以你需要把它放在中间孔洞最大的时候去灌 也就是夜间 如果说气温高的话 我们就调到低温的时候来做就行了啊 好 这个是亚浆的要求 这块没有什么大难点 就是记数字 那水泥浆的强度 亚浆选的是不低于30兆帕啊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蜂毛 那么蜂毛工作是在亚完浆之后去做的 它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刚才留的蜂毛头包到结构里面去 你看我们这边不是已经蜂毛头给它包起来了吗 那如果说是像这样的突出结构外表的东西 我们在端部延长钢筋立模板直接包起来 这叫蜂毛混凝土 刚才咱们前面也看过这样的图片了 你看这个它是怎么留的 它是不是凹进去了 在结构端面是凹进去的 所以最后我们的蜂毛可以直接把这块封住也是可以的 就是它只要不漏在构件外面就行了 两种不同的情况啊 如果大体量结构一般我们都是这么留的 这样它不会出现说我在街场做一块可能会断掉的情况啊 这个是建的比较多的 然后第二种你也可以延长钢筋 这样再立模都可以 蜂毛这块我们书本上就是跟规范上一样的取材要求啊 首先亚浆之后及时焦住蜂毛 蜂毛的强度符合设计要求 不得低于主体结构强度的80% 如果你的梁用的是C50的混凝土 那在蜂毛这一块 它不能选择低于80% 就是乘个0.8C40 至少C40啊 同时你取了这个值 它也不得低于30兆帕 比如说我们再换个例子 我在主体结构这儿 我用的是C30的 主体C30 好这个时候大家想了 不要低于它的80% 38不是24吗 对吧 所以我在这儿是不是能取C25的混凝土啊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不得低于30兆帕 我至少得取C30 就这两个条件你都得满足啊 都要满足 不能说我只碰一边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孔道内水泥浆达到设计要求了 包括蜂毛达到要求 主体达到要求 才能动它 这里面我们统一在市政行业规范中 对于这些预制结构 能够移动受力的标准 就是75%啊 养护到75% 你别管是哪的 我们就盯着这个数走就行了 就只要它施工完成 达到自己的75% 我们就可以动它 因为我们这个风暴不是最后做的吗 对吧 所以其实你最终就是控制它的啊 就这个要求 好 行 这个没有问题吧 呃 24的这个点 你不能说直接取24 我们标号怎么涨的 55 五个兆帕五个兆帕往上涨啊 就是3035404550 这样往上跳的 你不要去取这种小数 我只是80%给你举个例子啊 好 风卯和风端有啥区别 你看刚才是不是白跟你说的呀 没好好听课啊 批评一下 风端混凝土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给你指的这个风卯头 它就是把卯具这块包起来 什么叫风卯混凝土 是把风卯头再包起来啊 就这个意思 好吧 啊 区分看 好 行 这块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我们做上几个小题来休息一下啊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上节课的知识点了 御用力张拉施工是由工程项目的谁去主持的 御用力张拉施工 首先注意一个点 这个是属于危险性比较大的作业 所以我们需要编制专项施工发案啊 这一定要有专项施工发案的 但是他不用做论证 这个我们的主持作业是要找项目技术负责的人 所以这要提选C选项啊 C选项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关于御用力金的施工说法 错误的是什么 这个是原材料的问题 实际深长和理论深长正负6% 没问题吧 双控硬力为主 实测深长之为辅 实测和理论别超6%行了 谁大谁小 没关系啊 好 我们再看 御用力金超张拉的目的是减少模组损失 超张拉 它是弥补御用力的损失 模组只是一部分 不是全部啊 所以这个相当于说的不全 这道题我们是选B选项 后张法 波峰排气 波谷低点排水 没问题吧 这是对的 曲线型直接两端 没问题 直线型大于25米两端 直线型小于25米单端 啊好这个咱们就选第二个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第三个啊 多选题 关于结构御用力管道的说法 问你正确是什么 这个就是材料上的管道 也是我们上次课给你放了图片的东西啊 首先管道用抽芯法 这个对的 对吧 我们是需要做抽芯法 书上告诉你三种 钢管抽芯 胶管抽芯 金属 伸缩套管抽芯 金属 它虽然说波纹管是留在里面 但是它里面心管要抽掉 允许局部破损嘛 不允许啊 破损就漏浆了 漏浆进去你就穿不了树了 管道具有足够的强度 钢度没问题 我们在上节课给你整合过一个表 就是管理部分提出的 预影利金管道 某具家具分别测什么 这个是基本要求 管道使用套管连接 是不是对的 没问题 我们要大一个直径的套管 去做连接 固定困难 可以移动位置吗 绝对不允许 因为管道就是预影利金的位置 它是跟着结构设计走的 你要严格按照图纸执行 好 那我们这个就选择ACD三个 好 再来下一个 也是个多选 这个我们之前就出现过很多次 类似这样的题目了 如果是复考的老考生 应该是有印象的 后章法 亚浆和风卯 问你正确的是什么 亚浆过程 亚浆后 50度 48个小时 是吧 可不是24 两天你都得稳定 然后多块连续有连接器的 张拉完一段 灌注一段 这个是正常做法 多块有连接器的 连接器这块 它不可能塞到管道里 所以我们都是连接器 两端是管道 你要张拉完这块 赶快灌注 为什么呀 因为放的时间太长 它会有摩擦 会断肌 所以这个是正常做法 然后亚浆作业 每一个工作班 不少于三组 然后标扬 没问题 书上原文 白天气温高于35 夜间进行 对的 因为这个时候 孔道有点小 后面可能会出现缝 风宝强度 不低于结构的80% 你选好这个强度了 自己养护到 不低于他自己的75% 然后再动它 然后同时不低于30兆帕 这个是对的 好 这道题我们就BCD BCD 三个是正确答案 好 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吧 能做对吧 这个流程能学会 罗老师给你点赞 大银和罗老师 一起给你点赞 然后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去 简单的说一下啊 简单的不会占太长时间 就是防水层 然后制作伸缩装置 这个告诉你后面怎么学啊 好 咱们现在的时间是04 那我们8点10分 8点10分开始 内容太多了 What 一个小时讲一个后章流程 已经非常慢了啊 你考意见 一定要对自己提高要求 好吧 一定要对自己提高要求 已经非常非常慢了 后面金掌 当然讲了房 那个金掌班是最全的啊 金掌班最全 我们今年的直播 是以专题的警示来上 然后金掌班里面是按着教材顺序 对对对 挨个的讲的啊 最全的 主要太难了 还可以吧 应该还可以吧 有什么问题 我们敲到公屏上啊 10分再上 感觉二件和一件内容差不多 对啊 它70%80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我们在一件上面 它的工程类型 后面会稍微的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一件 还有一个桥梁的维修改建 然后我们在这个桥跨施工技术里面 还有什么钢桥呀 大跨镜的拱桥的 它都有啊 钢混结合都有 就加了好多个桥跨施工 然后在第三章啊 也加东西 顿购啊 这个非常难的 然后包括我们后面管道里面 管廊等等 这些都是他自己特有的内容 好 案例 案例今年我不上啊 今年二件和一件的案例 都是找的行业大咖来给大家上啊 奖金 就有奖金奖 剩一颗试证是吧 对有很多学员都是在试证这会卡住 呃 你看你去年考多少分 八外加计没有弹出来 呃 那我回去跟小助理说一下啊 我们的小助教老师 然后我让他重新发一篇这个文章 好吧 案例是单独的 对 案例是单独的 呃 现在应该报的班里面 我记得全程班应该是带这个的吧 全程班应该是带这个 而且他好像是有两年第二年考不过还能复学啊 是有协议的 行 还有什么 增向市政 考增向的应该你就感觉会舒服很多了 是吧 毕竟也有过这个考试经验啊 考后审核主要审核什么 审核一般我们就是看你的呃 这个时间专业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年限吗 这些相关是不是相关专业 然后是不是从事相关工作 就是主要在审这个东西 学历啊 好 案例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就要到明年了啊 要到明年了 因为我们一般这个 经讲的话 他肯定是出了新教材再去做更新 然后案例他是第二阶段的课程啊 第二阶段的是先去做完题目的班次啊 优选题分 然后我们后面再去做案例啊 这样的设置 同时考一件二件只听一件可以吗 呃 只听一件的话是可以的 呃 但是你考二件之前最好能抽出一周的时间 把二件教材从头到尾去过一下 因为他有一些细小的数字跟一件的不太一样 就这么一个区别啊 所以你最好单去过一下他的教材 不用花太长时间 然后你直接上考场去考 问题不大啊 一件二件考过了二件作废吗 这个你要看你怎么注册 因为我们二件他现在不是单独省份去做管理 吗 一件我们是全国统一去管理的啊 没有相关工作经历可以考吗 这个你看你章是怎么盖的 而且我们每个地方他查的都不一样 就查的松紧程度都不一样 这个一定要看各地区的要求了啊 各地区要求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就还有学员问能不能换专业 现在考试正考兔了啊 问能不能换专业 然后北京这边就是不行 就一定要你要换的话就四颗食四颗就全都得考 然后其他的地方他他就可以去换食物 就是你前面这三过了就过了啊 所以你每地方管理都不一样 这个咱们就没法去跟你说了啊 有过了公路的是吧 公路再去增市政的话就会舒服很多啊 就舒服很多 因为我们在公路这块咱们路桥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 对喝口水 哇 吸上了两个黑枸杞 铁路呢 铁路不太一样啊 因为他铁路主要就是我们在铺设铁轨呀 包括底下这个啊 倒床呀等等这样的建设 不是特别一样啊 但是比较接近 原理比较接近 考了市政增铁路啊 可以啊 我们在这个湘韩这块会有一点跟铁路比较贴边的东西 但是不太多 那不太多 市政的话我们是三个部分啊 技术管理法规 法规基本上不怎么太出题 然后管理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考一些单纯的管理程序 或者是有一些 意见中可能会有部分调价的体验啊 进度的体验 然后这个就是每个食物科目基本上都一样了 然后在这个施工技术里面我们比较难 就是六类工程 道路桥梁隧道 然后水池 再加上管道 还有垃圾填埋啊 这六个部分 但是你需要重点花时间的就是前三章 还有这个第五章管道的部分 他可能一考的话就比较难 合格标准是96啊 肯定是96 这已经公布了 意见先考市政再考其他的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你看你自己对于这个整体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就是因为市政确实是这几个科目里面考的比较难的 但是它的难不是说我们延伸的多深 往往考工程的原理都是比较薄的 你基本上都浮在面上 那像公路的话 他就是工程种类会比较少吗 就是路桥碎 然后加一个交通工程 但是那个虽然说东西少 但是他考就很深入 你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研究那三类工程 核心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市政这儿就是相对来说 每一个都比较泛泛啊 不会说出现特别难的 难的方式不一样啊 其实现在来说考这个建造证书 你要是不把施工现场的这个东西去往里面填充补一补 就光啃教材还是有一点危险的啊 所以为什么在课上会大家多放一些图 考后审核 对前两天还有一个福建的考生在问考后审核东西 我还没有给他们那边打电话问啊 想起来这个事 基本裸考一次全都没过 你裸考肯定不行呀 你这裸考的话可能有工作经验的 或者是前面刚考完别的的考试啊 相似的去考个二件 没准你裸考运气好了还能过 一件的话肯定不行啊 一件这个专业性太强了 今天讲的这一节考试率大吗 我们今天后面还会涉及到有维艳和装基础啊 就是三个工程 但是尽量啊 尽量最好能把装基础的流程给大家带一遍 然后之前咱们在应该是18年是考过了一个后章法 然后在15年考过一个维艳的 装基础这个我们出的频率最高啊 今天可能讲不完装基础 好 行 那我们现在不耽误时间了 我这边的11了啊 12了 咱们先把这个要跳过的几个部分来给你提示一下 我就不花太长时间了啊 因为之前看公平咱们很多学员反馈 我光放图的话他理解的不太好 所以又有点耽误时间的感觉 我们就告诉你这块他可能以什么样的形式考 你要是真自己学的话你该怎么办 那你如果后面有课程的话 我们在金讲班里面会讲的非常细的啊 首先跳过的第一个就是马上在运用力施工下面 会有一个桥面防水 桥梁防水系统 那么这个防水系统 它最可能出到分值比较大的题目 就是在结构石图上 那我们主要是在桥梁的桥面下面 就是桥跨上面做防水层 再铺装路面 所以考的时候可能会考你一些石图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小例子 像这种剖开的图 它底下这个就是我们的桥跨主体结构 你做预制的或者线胶的就是桥面 然后我们上面所做的这就是防水层 那你在铺防水层可能是卷材 可能是涂料 它底下需要先打一个混凝土的基层 相当于做调平 在基层上刷处理剂 刷胶水 然后你再铺防水卷材或者喷涂料 再往上面需要必要的加保护的 我们再加保护 有地方可能撒一些石英砂等等 有地方可能就是跟上部黑路面连 我们刷粘层油 然后你做路面铺装就行了 所以最大概率出分大的地方 就直接给你一个结构铺面图 放个集中标注 然后问你这个结构层 叫啥名 所以大家能够在结构图上 找到它对应的位置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它剩下的防水卷材怎么铺 防水涂料怎么铺 怎么去验收 按照什么顺序铺 怎么搭接尺寸那些 都是出选择体的高频考点 选择里面容易考到多选中 文字内容也不是特别多 基本上读一遍也能够理解是啥意思 所以如果你真是自己自学的话 在这重点去把它想到结构图里面去 我们再讲第一个节次 桥梁主体结构 不是给你放了一个三维动画式的东西吗 那里面就加了防水层 你可以回到之前讲 一看一看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紧跟着会跳过的 支座和伸缩装置 支座和伸缩装置 它们单独去考的话 也就是跟上一个一样 在结构中让你试一下图 我指到这个结构 我问你这个A叫啥名 我指到它底下这个 我问你这个B叫啥名 就可能会出这个东西 支座下面就是支座电石 上面是连接我们的桥跨的 然后问你它是干啥用的 传递核载 提供桥梁的变位区间 吸收变形的 然后伸缩装置呢 伸缩装置 我们在结构图中 一般都是纵断面图 能看到它 桥梁的两端 它放在桥跨和桥台前沿连接的这个位置 一个缝 然后伸缩装置 它自己设置的地方 整个全桥结构是要断开的 你看这个栏杆的断开 吸收变形的 吸收什么方向的变形 伸缩装置 它纵向 横向 竖向 三向都可以吸收 那这个制作呢 制作它也是要看你到底是什么方向 可以按照事要求去买不同啊 可以单向 可以双向 那也可以是固定制作 所以这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可能会再把它延伸到施工过程中 在施工过程中考制作的话 你就直接把教材中给你配的两个流程作为小重点 一个是上部桥化 是现胶做的 我们搭支架 做模板 做现胶 这个时候制作怎么放 给你按照工序写的书上啊 如果上面是预制的 做好的梁 拿过来安装 这个时候制作怎么放 给了你两个流程 然后伸缩装置这块一样 把整个完整的安装程序教材里面一步一步写的 就是你需要开槽 检查连接金的位置 然后怎么去做现场存放 怎么调进去 怎么核查 怎么做胶注 这个全都有 所以这个教材中写的 还是比较详细的啊 然后你要是自学的话 刚才告诉你可能会怎么考 你自己刻下看 然后如果有金奖班的话 我们后面会给你配结构图啊 说清楚 然后伸作装置 我们是跟我们做动画的小伙伴一起做了个动画 就是立体的形式来展示它的安装过程啊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块内容告诉你侧重方向 考察东西是什么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第七个内容 就是维艳和装基础 那今天这个时间剩45分钟 我们尽可能把维艳做完之后 把装基础钻孔灌注装的流程能够走一遍啊 咱们剩下的细节可以放到下次课来说 但是最好能够在下课之前我们去把流程过一遍啊 不要说把20年的大尾巴一下子摔到21年去啊 有点太讨厌了 我们留个小尾巴啊 好 那么在这个专题里面我们就重点盯着维艳装基础里的钻孔灌注 但是你做这个装基础我们是做桥梁基础来用的 咱们市政口书上就告诉你一个装的做的方式 实际上用的比较多的还有扩大基础啊 这个咱们不提 那另外在装基础这可以做预制装 可以做现胶装 预制装就是沉装法 做好的装尖装结到现场砸下去就位 第二种就是现场去做胶注 你要先钻孔 然后再放钢筋笼 然后再去灌火凝土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拆成三要素 对吧 钢筋模板和凝土啊 模板就是我们打孔的过程 它就是做模板的 然后钢筋笼做好吊放进去 再做水下导管灌注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两个考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